符咒和魔法 通常亚洲人在生活中遇到不愉快的经验的时候 都会将这些不幸归罪于符咒和魔法 认为自己是受了符咒或者魔法之害而遭受不幸的 这些隐事只要面临不愉快的经验 他们就会向预言家占卜家或者巫师求救 理所当然地 这些贩卖魔法和符咒的专家 就会告诉他们的顾客听 说某种不幸真正发生 或者是有人正藉着某种邪恶的力量 来使他们蒙受灾难 然后就自称有能力和这种邪恶力量对抗 然后就向顾客收取一大笔费用来治疗他们 通过这种求救方式 受害者所能够得到的唯一效果 就是他们的银包越来越轻 钱就花了出去 人却没有从中受惠 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或者荣衣 有些甚至冒充和尚 来骗取毫无戒心的受害者的金钱 而从中牟利 心得人心的佛教徒 绝对不会被这些稀奇古怪的荣衣或者骗子所蒙骗 佛陀很清楚说明 我们很多的不幸主要是由习念所引起的 因此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和理解力来克服他们 在我们的国家 尤其具有很多这一类传说 这可能是因为三大民族各自有自己的古怪迷信说法 而且这些迷信互相交流 结果另又产生一些更加吓人的说法 最终这些迷信变体 就成为了马来西亚的迷信特色 佛教治疗任何一种不幸的方法 就和现在的心理学治疗法一样科学 这种疗法 全部收集在第二圣体 即是集体里面 受苦的道恩 在于我们寻求不幸的疗法的时候 即是那些恶运 坏的健康 失去某些亲人 或者某些私人物品 和家庭问题的时候 首先我们必须找出不幸的根源 我们一定要理智地 找出事法的真正原因 而且清楚认识到 只有自己才是克服不幸的最佳求救者 要寻求解决方法的时候 必须集中心力 去想出问题的根源 例如说生病的时候 冷静的心灵 经常能够影响病况 使到病情传育得更快 遇到不幸的时候 一味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来克服不幸 不是解决苦难的正确途径 我们必须冷静地体验到 痛苦是与生俱来的 因此不论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一定要理智地看待它 唯有这样才能够找出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 这样不是宿命论 这是表示每一个人 只要以正确的力量 就一定能够为自己解除不幸